因為疫情的緣故 基本上我每星期最多都是出一條堂食自助餐放題的影片 因為始終現在 外在的環境 食店選擇已經不太多了 我也盡量希望維持著 有一點新的影片 讓大家如果還想堂食的話 也有些資訊選擇看看 我今天來到大角咀 吃一間素食的放題自助餐 這間餐廳剛剛新開 前身是大家很熟悉的酒肉朋友 也是一間素食自助餐 早前結業 結業後 由現在的店舖接手 基本上是用舊有的班底 而店舖也由酒肉朋友改為 我恨我素 同樣做素食自助餐 在疫情嚴重的環境下 還有新開的餐廳 十分難得 而且 在新開張期間 有一個開張優惠 不過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這個優惠應該沒有了 這是什麼優惠呢 就是新開張頭三天全部放題 半價 半價之後 是什麼價位呢 頭兩天平日 半價 就是34元 全包價 一位 第三天 因為是星期六 所以 半價 之後就是45元一位 換言之 他的正價 1-5 就是68元一位 六日假期 就是90元一位 用餐時間 60分鐘 兩點後入座 就不限時 大小同價 我去的 就是他開張的第三天 即是星期六 半價 45元一位 一個午市的素食自助餐 這間餐廳的位置 就在大角咀 博文街 就是這個匯豐中心 後面的這條街 博文街 對正 就是這個巴士總站 如果搭港鐵過來的話 就可以在奧運站 B或者C出口 走過去 都是三幾分鐘的步驟 雖然就不是大街 黃區 但是交通上 都非常方便 這間餐廳對著就是巴士總站 過一點就是 港鐵站 再過多條天橋馬路 就是奧海城 這間餐廳 就開11點半 我們大概11點 1點4度來到 已經排了長長的日龍 在疫情的環境下 竟然 有食店 唐食 還要排長龍 真是十分難得 除了這個 唐食的 自助餐優惠之外 外賣 也有一個非常值得的優惠 也是 頭三天 特價 30元的外賣 放題 自助餐 怎樣放題自助餐 就是 一個價錢 他就會給一個餐盒 以及一個湯的盒子 任你在這個自助區 質滿這個飯盒 不滿滿湯 或者甜品之類 那麼 開張優惠就是 30元 30元一個飯盒 連湯 你就可以在這個 素食自助區 任不質滿一滿 都可以 沒問題 他寫這個優惠 就是 只限開張頭三天 特價30元 之後 原價58元 但是他之後還有沒有其他優惠呢 可能大家留意他的Facebook 他應該會更新優惠 不過 就算沒有這個優惠的話 他唐食的素食自助餐 1至5都是68 全包價 露日假期 都是90元 全包價 外賣這個自助餐飯盒 就58元 全部全部 都是超值 就算沒有這個優惠 我覺得 十分值得一試 大家看看人龍 基本上 由我 排隊等開門 去到我吃完 都是維持著這條人龍 不過這條人龍 唐食和外賣都是排在一起的 因為外賣 都是要在用餐區 自己拿東西吃 所以他都要控制住人龍 不可以太多人進去一起拿 我們排了一會 很快 都能進去 餐廳 其實就不算很大 外觀上 就好像一間cafe 有少少格調 裡面 就是這樣 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自助餐區 另外 還有20多張桌子 基本上現在 都是兩個人入座 一台 先付錢 後入座 我去那天 45元一位 實價 之後 假日 90元 平日 68元 看看餐廳 人頭湧湧 在這些疫情環境下 真的很久沒見過這些 情景 整個餐廳 都滿了人 和大家出去看看外面自助區 食物的選擇 對比起我 吃過其他熟食自助餐 不算特別多 但是絕對夠吃 熱盤 加起來大概十多款左右 羅漢齋 炒椰菜 酸齋也有 蒸蛋 麻婆豆腐 當然是素的 土豆絲 咖哩蘿蔔 素的類似回鍋肉 還有這隻脆脆的 像排骨外表的素 還有這個 煞的粟米和番薯 蒸的腸粉 炒粉絲 還有這個薯粉 皮蛋豆腐 厚水雞 涼拌雞絲麻醬青瓜 然後 炸物呢 不算很多 有 炸番薯 炸蓮藕 炸豆腐 這個炸的脆片 還有限定的芋頭魚 但是我未見過外面的狀況 因為我拿不到 是我朋友拿的 之後我都沒見過 另外 還有素的碗仔翅 還有一個 類似飯仔質地的粥 然後還有 一個湯 一個糖水 一個豆腐花 另外還有一些沙律 幾款的沙律菜 配一些粟米 土 草 車尼茄 等等 飲品 就在這裡 有泡泥茶 赫膚草 還有一個水 有少少檸檬味的水 糖水 就是這個 芋頭 西米糖水 選擇 就是這麼多 雖然一個小時時間 不算很長 但基本上即拿即食 時間上都夠 因為不用等它上菜的時間 你看到有些拿著飯盒 拿東西吃的 就是買外賣的 外賣的飯盒 我看到有兩種 一種分兩格的這一款 另一種 一個大的紙盒 基本上都可以 載到多少東西 看看 有興趣的話 如果大家不想糖食 都可以拿外賣 不過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繁忙時間的話 可能都會逼人的 但是過了這個優惠之後 還是不是這麼多人呢 我就不知道 看看還有多少開張的花牌 食物質素方面 整體都不錯 不失禮 我最喜歡吃的酸齋 不過 略嫌少少不夠味 但也不錯 不過 這裡有藥乾的素食 也偏辣 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像這個麻婆豆腐 薯粉 也偏辣 逐樣跟大家試一下 麻婆豆腐OK的 有一點素肉 多夠味 這個不錯 不過就有一點辣 還有白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不滿飯來拌 然後這個炒菜OK的 正常水平 炒粉絲也不錯 都夠味 蒸蛋就正常 然後這個 類似的咕嚕肉 硬身一點 質感有點像油炸鬼 味道就普通 可以一試 但不算很特別 再來這個土豆絲 這個也不錯 挺舊味 挺夜味 這個 咖哩蘿蔔 還有一些蜜丸 這個就正常 不是太特別 羅漢齋也不錯 有些枝竹 菜 等等 最搶手的 就是這個芋頭魚 我在外面沒見過 這個是朋友見到有 馬上拿回來 這個也不錯 不過它沒有芋頭魚的酸汁 差一點 有些醬汁配上去會好一點 但也不錯 還有這個 素的豬腩肉 扮成這個活鍋肉 皮蛋豆腐 大露水平 OK的 再來這個 口水雞 看看 大大塊的素雞 質感很像肉 但是也是 偏辣一點 不少 還有這個涼拌的 麻醬素雞青瓜 口感清爽 不錯 另外的腸粉 大露水平 配上 甜醬麻醬 豉油 芝麻 炸蜜 這個炸番薯很好 陳皮 可以接受 炸豆腐也不錯 炸蓮藕 我剛剛放冷了 差一點 可能熱一點吃會好一點 接著還有這個 青瓜 普通 這個不知是粥剩飯 很濃稠 但味道不錯 挺夠味 有些菇 素肉 可以 接著 碗雞翅 當然都是素的 材料都粥的 味道不錯 不錯 還有一些脆片 普通 沙律 接著 還有這個沙律 幾款沙律菜 配料 加上去 自己加沙律醬 正常 菜都新鮮 不錯 湯呢 看看 幾足料 它就是紅菜頭的湯 素湯來說 算幾夠味 不錯 材料都足 有粟米 蘿蔔 湯去到中途 就轉了第二隻湯 不過之後就沒有再喝 糖水 就是這個 芋頭西米爐 這個不錯 看看多少材料 但外面的材料 不算很多 可能我畢竟的材料 多一點材料 但之後畢竟的材料 可能會水多一點 但味道不錯 是質地不夠稠 稀了一點 但味道不錯 看看多少芋頭 都香 不錯 跟著豆腐花 正常水平 不錯 未算超滑 但合格 還有這個薯仔沙律 薯仔沙律 普通正常 另外還有一款青瓜 還有一個菜飯 不過這個我沒有試 飲品 有茶 下膚草 有趣 茶就正常 下膚草 甜度適中 也不錯 凍飲 就沒有了 只有少許檸檬味的水 這麼熱鬧的層面 現在真是很少機會看到 外面的人流 基本上是沒有停過的 長期都有藥乾的人圍住 另外 補充食物的速度 都可以 拿完之後 轉過頭 都會補充出來 但未必是即時等幾分鐘 整體來說 就算正價平有60多元的價錢 食物選擇都算不錯 都算很划算 現在我就 星期六 40多元 超划算 大家有欠缺的話 不妨來試試 一個不錯的素食自助餐選擇 食物種類 比我之前吃過每日 樂園素食 無肉食 這些 食物選擇上 不算特別多 但整體食物質素 都可以 整體都不錯 都很推薦大家來試試 唯一 真的相對逼了一點 如果大家擔心 疫情的話 可能就差一點 因為我吃過那天 就是半假日子 全滿 而且也有不少是買外賣的人 都在外面自助區拿東西吃 所以 自助區經常性都有很多人 如果大家怕多人 可能就晚一點點 就會好一點 另外再提多一點 這裏的素食自助餐 跟其他新派的素食自助餐一樣 都是以自助形式 吃完東西 碟子就有個位置 讓你放的 不要靜在一個位置 吃完一碟 又一碟 看看我們倆吃了多少 幾十元 超值 尤其是現在菜價這麼貴 多吃幾條菜 都翻本 下次再跟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